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绑匪狮子大开口 开出的是新台币四十亿天价的赎金 而绑匪就是当年让警方伤痛脑筋 四处犯案的二楼张启明 据说家属在付出赎金两三亿之后 于国柱他就自行脱困了 没有想到还没有抓到张启明 隔一个月不到 又有一起重大的绑架案发生了 而被害者是当年号称是 板桥电玩业四大天王之一的林忠义 他有一个二十二岁的儿子 就在自家电玩店的门口 被两名持乡的歹徒给绑走了 而家属很快就接到了勒鼠电话 要求赎金是一亿港币 相当于是新台币四亿元 又是一个天价的赎金 而且又是电玩业者 警方当时在第一时间 马上联想到是 该不会又是张启明干的吧 不过如果是张启明的话 那么根据警方对他的了解 他是不可能天天打电话来要赎款的 但如果不是张启明的话 那又会是谁呢 以前旧的火车站就在这边 那当时这边有好几家电玩店 都在这边 这边以前蛮繁华的 现在场景不一样 板桥旧火车站热闹商圈 早期游戏机台店家林立 一名电玩小开 人姓男子 光天化日 背路走 那时候的人子就在这边 被两个死疆歹徒 把他押上车 所以有歹徒在这边接应就对了 当年他这边原来也是一间电玩店 对 因为办公室都在那边 对 就在办公室被押走的 因为当时人被带走 我们不清楚 这消息是被封锁的 我们就直到5月4号 这个王小姐包含 我们才经解事情不对 后来经文我们追查以后 才发现说 案发的时间是应该是 4月29日就发生了 我们后来才晓得说 人子的身份比较特殊 因为他爸爸的身份比较特殊 所以当初他们考虑很多 所以没有 第一时间就报案 当时那个家属有用的能力 私下解决这种事 可是因为是歹徒 我跟他警告说不能报案 可能是这样 家属也不敢报案 5月4号目击者报案时 距离事发当天已经隔了快一周 家属在隔天才做笔录 警方查下去 被害人父亲赫赫有名 迷洋的电玩大亨林忠义 朋友叫他AIE 业界称呼他为义董 纵横北线电玩业 几乎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他才45岁 身价就已经超过20亿元 老板身高不高 所以人家叫他AIE 就是满讲义气 也大方 所以跟一些社会上的人士 就是一杯一些兄弟 就交情就非常好 他经营 好像事业经营的满身功了 马上都被 就很多兄弟跟他灿活在一起 害怕一点 如果兄弟或什么有事情 找他 他应该都会 鼎力相助这样子 所以欠他人情的应该是多了 林忠义与厚埔地区的 谢信电玩大亨 江翠新埔地区的 郭信黄信电玩大亨 分别占地为王 号称板桥电玩业的四大天王 他虽然是一个 可以讲说电玩业 或是我们当时的酒店的大亨 可是他身份还是蛮柔软 对人很客气 据传 早年板桥旧谢府大楼前 四家合法电子游艺场 当中王爷 虎爷这两家店 就是A阿姨的 后来搭上这一波热潮 建立电玩王国之外 生意越做越多远 那应该是电玩店 刚好那个时机点 所以做得风生水起的这样子 然后当然有累积了一些财富 那为人又非常的害怕 所以说交友比较广阔一点 他在板桥应该算蛮有名的 因为开了 他开了好像两三家的酒店 皇宫也好 红业也好 都算生意蛮好的 他也会蛮结交兄弟的 所以他的生意都特别好 他跟警戒的关系也是蛮好的 两年前林终于的义子 在板桥的结婚喜宴洗开一百桌 高阶警官 检察官 地方人士 全都是座上嘉宾 现场还有钢管女郎上空演出 让法务部相当震撼 当初的四大的这种电丸 三温软或者是爬兴狗 这些其实蛮多的 但是他们都很低调的人 因为他也是正大光明的开 有牌的嘛 他不是地下的 他是合法的 只是合法的时候 难免会比较灰色地带 后来AI移居大陆做生意 打算把电丸事业交办给儿子 儿子却被盯上 当天AI就河海接到电话 有了 父亲是在大陆湖 厦门那边 所以歹徒第一通电话就 大陆他父亲也就说 你儿子在我这边泡茶 所以他就大约了解什么意思了 当时我们听到歹徒 打电话 勒索的电话是 一亿港币 我们都觉得这个 这案件非常特殊 一亿元港币 等于4亿台币 勒赎金额在台湾治安史上 排行前几名 警方组成0429专案小组 除了辖区板桥分局 当年的北县刑警大队外 刑事局电信警察等都加入 过去最高赎金 绑匪食子大开口40亿台币 对象是一名中部电玩大亨 同样是天价赎金 同样跟电玩有关 这让专案小组联想到 这好人物 张锡铭当初是很有名 是很有名 可能是说他在 汝林勒索这部分是蛮有名的 但是张锡铭跟板桥没有渊源 所以你要跟当事人有渊源 肯定是在地这个地方 他才熟悉嘛 才熟悉 才熟悉说他的作息 熟悉他家人 你如果从外地到这个地方来 你要熟悉这个 这个家里的结构 或者甚至财产 可能没有那么容易 张锡铭他们 判判的手法就是人绑走以后 不跟你联络 知道你紧张 恐慌 然后人只在他手上 他不会打电话 他不会打电话 可是这个嫌犯就是他会打电话 他每天几乎有打一通电话 钱准备好了 这跟张锡铭的作案手法 我觉得不一样 逐步排除张锡铭涉案 是因为案发后隔几天 歹徒陆续打了好多通电话 到大陆厦门给阿姨 本来是开价是 那我只有我们台币就叫4亿 那后来他们谈到最后的结果是 1000万的美金 那分三次会 第一次400万 第二次300万 300万这样子 歹徒的勒索的账号 设在澳门 华人银行 在澳门 他指定他会到 华人银行的指定账户 所以我们觉得澳门是一个重点 歹徒指定附属款用港币 又改成美金 还要求AE 把钱汇到他的新加坡个人账户 再转汇到澳门指定账户 境外犯手法引起 专案小组怀疑 同时AE也察觉不对劲 案发后 歹徒打电话就约束他说 你不可以回台湾 你要待在厦门 你不可以跑回来 他就限制他 他只要叫他去筹钱 他也是说 一时之间没有办法 抽那么多钱 但是歹徒好像对他也是 有某种程度的了解 认为他一定有这个身价 歹徒介于AE的财产 但也得知道他是个电玩大亨 但过去他在台湾时 并不是大名大放的行事风格 一般的话 根本没有人知道是他 应该他也是算满低调的 肯定认识他的人才知道说 你新加坡也常去 然后你这个澳门 澳门 然后在大陆 这边可能也有关系 那这样牵连起来 大概他就可以提供一下 大概是谁的名字给我们 就大概是哪几个 可能跟他有点过节之类的 或者是知道他有这个财力的 透过还知道他家庭的情况 这件事情他也在怀疑说 对他有某种程度的了解 才能直接打电话 到厦门找到他 他就怀疑应该是有内神通外鬼了 绑匪究竟是谁 为什么他能够掌握 林忠义他的行踪 林忠义他的电话呢 根据了解 林忠义曾经在绑架案发生之后 写了三封信给警方 内容提到了这些嫌犯 对他的生活都非常熟悉 甚至在信里头 直接点名了绑匪的身份 提供了警方 一个非常明确的追查的方向 而林忠义在这封信的最后面 还拜托过警方 务必要让他的儿子 能够平安回家 台湾下手鲁人 打电话到厦门乐蜀 在要求澳门境外附属 专案小组研判 绑架集团 国内外有部署共犯 台湾部分 根据目击者看到的犯案车号 一车追人 当时有一部克雷斯勒的车子 就发现说这车主 他根本不晓得他名下有这部车 那我们有从监理单位去查他 过户的整个流程的兼录影带 才发现说根本是人头顶替的 M6 对 查他的停车的停管资料 那才发现说这部车 在案发前经常停在 我们板桥的万板路 桥下附近的停车壳 每一次回来不可能都停到同一个 56号的停车壳 所以表示说有另外一部车在 嵌起在沾那一部那个位置 再追下去 查到一辆白色奥迪 车主叫做陈嘉雄 这名字警方想起 A阿姨曾经提起过 当时他父亲本来就有提供了一些 他认为比较有可能的对象 陈嘉雄 林村民 叶昆露 这三个人 平时也跟他的离职员工 有时候都会在一起 在案发前平时的话 经常也是在 他北门街有一个办公室那边在 找他的员工 经常会在那边聚集 会出入 陈嘉雄 林村民 是土城一带的江湖人士 把两个人照片 在停车处附近 地毯式防查 当时我们根据他停车的位置 在附近的社区 前面的清查 果然在这一栋社区里面 有大楼管理员认出是 他们三位有 曾经在这边记住过 只是很可惜 暗发后他们已经搬走了 因为第一时间他们没有报 所以很可惜 而且我们查了以后 陈嘉雄在暗发后马上就出境 就到澳门去了 我们钓汤的出入境 他有去香港 有去澳门 就很频繁 我们就怀疑他会去 在对外界遥控 所以我们派一个人到香港 我就负责到澳门 专案小组认为 陈嘉雄逃往澳门 赎金又指定会到澳门 研判领出钱后 会透过赌场洗钱 赖一方对澳门人身地不熟 跟当地警方也从没交手过 难免会担心 我们只跟大陆有签事物互付 澳门跟香港没有 我们就把这个信息给澳门警察中心 说台湾有发生这个案子 需要他们来配合 他们真的很配合 赎款一旦被领走 钱到手 恐怕人质就没命了 澳门华人银行内的钱是关键 都请多夸人银行 这谈情理跟我们台湾配合一下 就是钱汇进去 一定要想办法给他拖住 不能让他领出去 被案子有汇款 汇款那你可以找一个理由 说马卡尔你写错还是怎么样 我跟他这谈情理讲 你是内行的 你看有什么方式 人质的囚禁地点 还有真正的共犯 共犯几个人 有几个人犯案 筹备这个案件 当时都没办法 对 因为逼打的联系 我们才有 才有知道其他的线索 还有掌握歹徒的 他的 对 心中 果然隔天 有一名女性去银行询问 歹徒指定的汇款账户 钱进来了吗 谈经理使出拖延战术 我跟他讲说 假如有人来 你要通知我们 跟他留电话 你要留电话 他们可以通知 通知他们 5月7号那个 科企小姐去问的时候 马上跟我们讲 我们就针对那科企的电话 也请澳门警察总局去监听 根据他的电话 又知道很多 有大陆人 有香港 有澳门本身的兄弟 在筹划这件事情 有美籍的大陆人 起钱在澳门是重罪 针对跨国犯罪集团 当地警方警钉 同时赖一方没有闲着 我想说应该在赌场 赌场去找 找不到我们的诚信对象 结果那诚信对象是 5月7号就是 他坐船到香港去 那天我们就 拜托那个 我们警方说 你可以通知香港 陈嘉雄5月7号跑去香港 专小组担心增田变数 而家属同样交集 因为孩子被带走8天了 还安全吗 而5月7号这天 正好是母亲节前夕 异录的 异录 然后打电话 拨在给他们听的 他挑的那个日期是 刚好是母亲节前夕他有打的 后来母亲节那天也有拨 他的内容上讲一些 他想要回去过母亲节 就是小孩子的录音 不是本人讲 这是透过录音 录线 对 录线录好的 放给家属 怕说录族录录 录音带 然后播放 其实人子已经不在了 也有可能啊 想要把孩子救回来 所以他再多的钱 他们都很愿意的 可是怕的就是说 今天钱付出去了 孩子不在了 这个人才两失 所以当时呢 警方这边就 直接联络到我 孩子还在不在 我们很想确定 那时候呢 这个菩萨呢 就显现了孩子的影像 那孩子当时我看到的情形是 在一个 两个墙的角落 然后它是一个 有点像床 然后他躲在那个角落 蹲着 非常的牵手 那我看到了以后 我觉得孩子还不错 还好好的 我就跟警方讲说 孩子还在 好 只要孩子能够平安回来 林中仪她是愿意给钱的 但是对于警方来说 不但要把人质平安地救回来 更重要的是 要把歹徒绳之以法 但是这帮绑匪蛇太狡猾了 他们有人在台湾 负责把人给绑走 然后要求家属 要把你的赎金 汇到了澳门去 换句话说 这帮歹徒 他们在台湾 他们在澳门 都有人 很明显 这是一起计划周延的 跨国绑架案 而境外取款的部分 台湾警方也只能够请求 澳门警方的帮忙协助抓人 而同时间 在台湾的部分 则是要赶紧地查出 人质常立的地点 要把人质平安地救出来 但问题是 这些绑匪虽然天天打电话来 但是他们非常狡猾 他们不用手机了 而是跑去打公共电话 而且都是在北台湾 到处地流窜 不同地方的公共电话 让警方根本无法缩小 追查的范围 这该怎么办呢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好不容易掌握澳门取款的 陈嘉雄一伙人 他却跑到香港去了 研判回澳门处理赎金 几率大 那一方请托澳门通知香港警方 千万要盯好 刚好那五月十号 我们做完会议的时候 香港紧急通知 他说他坐船出境了 我们就大票人员 到港口那边等他 就开始跟监 才跟到这个陈欣贤犯 住在澳门的皇家金宝酒店 陈嘉雄进了酒店 警方丁绍 那一方担心他被认出 交由澳门警方处理 尽管酒店观光客 人进人出可以掩护 但他悬着一颗心 万一露馅 就惨了 不只在跟监的 他们跟监很厉害 我看不出来那是警察 就是那女孩子看起来 就是小太妹 你以为是他们在刺青的 这是他们用贴的 但事先有贴好 贴那个刺青 穿衣服 穿起来就是小太妹的衣服 那个陈欣 几乎都没有感觉到 就在监控陈嘉雄时 发现他身旁出现了一票人 这些人是谁 那个柯小姐有到 请问这个华林洋的 这个谭记领 请问这个 那资金流向 资金的时候 她有留电话 电话我们 请澳门警察总局 去分析跟监听 有查到一些 这些人 刚好 所以我们就很确定 这一票人 就很确定 果然陈嘉雄是个关键 案情露出曙光 但棘手的是 台湾这一头抢救人质 陷入焦灼 歹徒在台湾掳了以后 打电话告 厦门的家属 勒索电话 请他从新加坡 汇款到澳门 指定的银行 侦查以后 发现两岸四地 就是一个非常棘手 其实我们没有 没有这个经验 以往办的绑票案 就是在国内 然后打起来 请丢包在那里 在台湾打电话 可以追踪到 问你这个两岸四地 他打电话 他的电话在对岸 这我们没办法去掌握到 他的电话来源 什么电话打 这是有点棘手 后来警方追查得知 陈嘉雄有个 澳门门号 赖一方马上请澳门警方 监听电话 发现案发之后 确实有几通电话 是从台湾拖过来的 只有他们的这些人在联络 他有请我去翻译 他台语听不懂 他说要 要一会二位 有好吗 一会二位 他说一定是一会 他们有谈到说 有卡丁 有卡丁 有叫纸会纸来 所以家族那时候 真的有开始跪前 跪前进去 他们在电话讲 他也要小心说 他怕大黑板这些人 会黑吃黑 毕竟在澳门那边 不是台湾的 不是他们死亡范围 他也怕他们会黑吃黑 但是很怕 打电话过去的人 是台湾主贤林春明 专小组要监听他的手机 却意外发现 有毒品浅刻的林春明 前一阵子 被其他单位锁定过 林春明他们的电话 在案发前 有被屏东地检署 跟高雄海星的查记 机动查记队上线 所以我们又跟他们接了 他们案发前好几个月以上 请了袋子回来听 他们本来是要追查毒品的 才上线监听林春明他们的电话 就这一段是意外 他们海行这边的话 听这一段 他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 但我们听这段的话 就马上说 这个就在讲人质的 就讲到他驾驶的车辆 还有他人会在哪边 一些生活作息都有讲到 所以我们还很确定说 就是他们 原来早在案发前一个月 绑匪们就密谋犯案 台湾这一头林春明 狡猾地不用手机改打公用电话 那从在北台湾 然后到基隆 到台北市 到桃园一带 他到处流窜到处打电话 我们不容易去追踪到他一个处所 台湾是用公共电话来勒索的 是 所以我们到大溪大圆 龙潭那个附近 对 只要突然跟我们讲说 现在它是在 蜂巢是在哪一个序号 好 那我们就 我就去看 好 我们袋索到了 剪断以后就回去问查指纹 剪了七次 还被民众说有人去破坏公物 把警官当成贼了 不过后来也没有查到了 如果查到指纹以后 也是一个证据 也是一个证据 无法掌握台湾歹徒去其行踪 也不能确认人质被绑在哪里 警方根据可疑热点 派干员地毯式搜寻 却是大海捞针 好 在台湾这边 如果没有办法 先将人质给平安救出来 那么澳门方面 即使锁定了绑匪的目标 也不敢轻举妄动的 眼看着时间 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但是澳门的银行方面 他们已经没有再有理由 要把这个署款给冻结住了 必须要动手了 但是绝对也不能够让 台湾的绑匪知道 在澳门这边出事情了 否则恐怕对于人之不利 果然在澳门被逮的嫌犯说 他们每天都会 约定个固定时间要打电话 如果电话不通 或者是电话没人接 或者是电话接了 但是没有讲出正确的通话暗语 那在台湾这边的绑匪 就会立刻把原子给杀害了 警方 骗得了在台湾歹徒的这一关吗 澳门那一头 10号 11号 秦大雄来就要逮人 他们监听的电话 就发现很多人 有参与这个案件 洗钱案件 他们都知道他们住哪里 定点都知道 他们想要动手 那时候我们就跟他 请求说 人子真的还没偷钱 拜托澳门就再拖一下 台湾找人质下落卡关 澳门那一头 已经却不能再挡下去 因为5月11号 谭静怡跟我讲说 他没有理由再挡这个钱 他们该修正就修正好 就是他们可能会来领钱 他没办法再挡这个钱 谭静怡跟我讲 所以我就回报到台湾 那时候12号我就请 加派一个人手 后来我们那个 两个副队长好来 跟陈俊杰小会长 都有来支援 眼看只包不住火 怕歹徒起疑心 专小组13号下令动手 我们9点多 好像就到了 皇家的金宝酒店 90澳房 陆续逮捕了11个人 关键在陈嘉雄的手机 我们这个手机一定要上 不能给他关机 关机 台湾这个民性嫌犯就知道 他们被抓了 为了人子安全 人大考量 还是配我们警方这样 这个动作 让他手机 5月13 早上陈嘉雄落网 专案小组士气大震 这下子 应该可以马上救出人质了吧 陈嘉雄他还说 他真的不晓得 台湾的人子在哪边 他只负责在澳门取款 要问林春敏才知道 问题是 祖先林春敏 人在台湾的哪里 根本不晓得 而他都是隔海电话遥控 可是他们的约定 刚好14号那天 他会接到电话 一月直接打电话 明天下午 他会打这通电话 可是这个又没有通 他们都知道 他杀了人子 电话想以后 第一时间 他有顿天一两秒没有讲话 那个林显就很假发 他说是出来吃的吗 是出来吃的吗 那七女想说完了完了 好啊 要怎么办 他就很神经质的 他就认为说 你讲话乖乖的 他就说 我感觉你今天短短短短 我问你三个问题 你如果我再回答 我们还要继续回答 他就第一个问题就问他说 我们两个第一次去澳门的时候 是去哪一家补厂 他就金沙补厂 他们有约一个通话密语 我们当时去哪里面 他有讲出来 我们住在哪个饭店 问了三个问题以后 他确认没有问题的话 他才又说 好 明天我再叫叶昆露去澳门 然后帮你一起来接这些钱 这通电话 着实让警方捏了把冷汗 但却也从这一通关键电话 反查到台湾主席 可能出现在哪 那时候打电话一想 我就先拨电话了 通知台湾电话来了 他就显示在公共电话打的 我当天的电话 他打的是国际电话 刚好有显示03的区域电话出来 在台湾03的 等于在桃园地区的 所以我们赶快回报给我们专业小组 从澳门回报回来 是隔天所有的警力 全部在桃园地区 工人智慧的部分呢 是指说 我们都完全不晓得 就有点大海绕针 我们不晓得 这个祖贤 他的绕角处在哪边 或者肉票 可能被拘禁在哪边 根据这些热点 我们整个警力就撒下去 大家就好像就是做工一样 就是这样子不停地绕 不停地涨 我们就去查访其中一家汽车旅馆 那汽车旅馆那边 我们去过滤一下 他的一个住宿的人 人测的部分 根据警友线索 也就是林春明的照片 还有陈家族林夏被查出的 白色奥迪 工人智慧 土法炼钢 接近中午11点多的时候 我就说这个 打电话给我们小队长 我说 是不是要回来吃饭啊 什么之类的 他说我们再绕一绕 这一天是5月14 案发15天了 家属没有在第一时间报案 已经错失救人先机 每消失一分钟 风险就躲一分 人命关天 林静隆跟小队长心想 再试试吧 突然间看到 对象那边 来了一部车 那部车跟我们的目标很像 那我们小队长有发现到了 他马上就看 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啊 于是我们就赶快上车 然后就驾车 就尾随他 那很幸运的就是 当时他是在处于一个下班的 巅峰时段 下午大概5点多嘛 是 那时候车很多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 开得很快 但是算是卡在车身当中 那当时我们就跟着嫌犯的车嘛 是 那他开开开开到一个地方 路边停车之后 那我们跟在后面 其实这中间 他有穿插大概五六部车 那发现他停在这边之后 我们就默默地这样开开开超越过他 然后到前面 也一样一个路旁 就停止住了 下车的人就是林村民 太好了 终于有进展 但万一车上有共犯或人质 当时只有林静龙跟小队长两个人 恐怕刮不敌众 他们小心翼翼观察 确认只有林村民一个人 饥不可食 当时这个林庆祖前的部分 他下车是往前面这个方向车 那我们就下车 就往这边 他往面对面 小队长就先喊他的位置 那他就有反应 有反应 然后我就往前 就往前冲 要去拍给他 那我们小队长 当时呢 就名枪事件 把他震折住这样 那当下就有点 就被吓住了 那吓住我们就很顺利 就把他逮捕 逮捕鸭子 然后上铐这样 载到林村民 却有更大的难关得破解 当下我们是问他说 那个被害人呢 人子呢 现在在哪边 但是 林姓祖前他 就非常的不配合 什么都不承认 搜身也没有找到东西 警方焦急翻找 林村民开的车 看见一把钥匙 引起注意 那个钥匙 当时看起来 是比较新的钥匙 比较新的钥匙 其实当下也无计可施 就直接做最原始的方法 一样打电话 到那个人说 好 去做茶吧 钥匙就是 上面有贴了一个 当时那种 索片上的电话号 对 那 这看起来就像是一把 新打的钥匙 它有可能跟这级绑架 有关系吗 但问题是 这把钥匙的门在哪里呢 幸运的是 在钥匙上头 还应了钥匙行的电话 而更幸运的是 专案小组不但顺利找到了 钥匙行的老板 而且老板 最后还记起来了 那是在苗栗后龙的一个房东 他有一整排的套房药床 才刚刚过来打过新的钥匙 而难道 人职就藏在其中的一间套房吗 不过根据警方所掌握的线报 绑匪他们的火力强大 如果人职真的藏在那间套房 一旦要强势的攻坚 恐怕会遭到对方顽强的抵抗 这一场激烈的警匪伯火 看成了一触即发 一把新的钥匙 在主闲车上找到 能解开什么谜团 开启救人契机吗 这我们就是利用钥匙上面 那支电话 然后直接联络到老板 那问他他们的锁行开在哪里 那老板也以为有客户上的嘛 就是马上就跟我们讲他的地址 对 就是在后龙 后龙的一个 鎮上的一间店铺 陈一龙跟两个小对同仁 开着车飙到苗栗后龙 根据地址找到锁店老板 就是把钥匙拿出来 请问他说 这个帮我们回想一下 知不知道这个客户是哪一位 我们一开始也认为说机会渺茫 因为老板有跟他闲聊 他的生意还不错 他想说要回想起来说 是哪一个客户可能有点困难 那老板一看到钥匙马上记起来说 前几天不久刚好有一个客户 在后龙地方有好几间房子 要出租给人家 然后请这个锁店行的老板 就相同款式的钥匙 就打了好几把 所以他很有印象就知道说 这把钥匙是谁 请他 请他 请他配置的 再追下去找到了房东 他说最近确实有人来租 这一栋房子的二楼套房 不动了啦 就是他出入的话 从地下室 车子停到车库 然后再上到他的房间 是不会打扰到隔壁的邻居 所以你隔壁就算 他出入附产的话 可能隔壁邻居 他也不会晓得 新钥匙在主闲车上找到 巡线追出苗栗后龙 这一栋郊区大楼 案子办到这 警方怀疑 人质很可能被软禁在这 之前也是有得到 甚至说歹徒的火力 可能也是蛮强大的 那要攻坚之前 我们想说也是多方研判 那刚好这个房东 他也很热心 那因为他有 刚好有整排房间 相同类型都是他的 他把其中一间 未尚未出租出去的空屋 那带我们进去先看一下 因为他说房间的格型 就一模一样 那进去我记得是 右边就是一个床 右边一个床 然后进门的 正对面就是衣橱 然后左手边就是浴室 一楼是车库 二楼是小套房 格局状况大同小异 而一楼通往楼上 有一个木门 专小组勘察演练 攻坚救人 分秒必争 不能再等了 林姓祖先已经到案了 到案我们会考虑到说 他同伙的也没有联系被我们切断了 会不会有警惕怀疑 从北部再赶下去厚容 至少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那我们也是怕说这个时间 会不会有突发状况发生 他火力很强大 既然火力很强 我们大概都知道 火力很强大的时候 我们在出路的时候 我们车上都随时都有防弹衣 然后都配枪了 现场近20名刑警案员 防弹衣 强直上堂 坐好攻坚部署 展开抢救人质大作战 陈一龙一手盾牌 一手钥匙 负责开木门攻第一个 硬去算很好 因为那把钥匙 就确实是 那个木门的钥匙 那当下 一可以转开的时候 我心想就是说 找到人质的地方 可以解救人质出来 只是说往后推的时候 突然又有一条小铁链卡住 惨了如果门撞不开怎么办 我们撞人的声音 可能会引起歹头的注意 说不定 说不定就是子弹 就直接从门扫射过来了 生死瞬间 没时间犹豫了 使劲深海力量撞开门 那当时 可能也是身上线作用 那当时我们就是 后面的同员 那个国小队长 他还是帮我 我们就两个一起把那个门 使劲就往里面撞 那刚好那个铁链也不是很牢固 那我们一撞进去以后 木门就把门撞开了 那撞开以后 我们后面支援的同员 就马上就冲进去 進门右手边就是 一个弹簧床就这样子 它白色很简单 它的床边就是拉链提在里面 就有好几打枪了 它是随手都可以拿得到的 那躺在床上那个范贤 身上随手都可以拿到枪 都有枪 都撞一把 迷你都撞了 有M16突击步枪 还有一支 一支 还有两支90手枪 而且都是上膛的 那这个是美智的AK M16 A2 冲锋突击步枪 那都是那种连击的 应该都是火力强大的 制式枪械 有好几把制式的长枪 短枪 甚至还有爆裂物 进去以后才知道说 当时真的是 情况是满流危急的 第一个时间就是想 尽快解救人死 赶快破案 那当时第一时间 也没有想那么多 那只是说还好 老天站在我们这边 带脱火力强大 一旦正面交火 后果不堪设想 而陈一龙推开木门 链条卡住当时 发出了声响 三名二匪的反应 却不是拿枪 那个龙哥就是跟他们 在那里的 然后龙哥说他要去买便当 以为龙哥回来 所以没有动作进去的时候 因为他们以为是龙哥 买便当回来 幸好警方辅大命大 代徒误以为热腾腾的便当回来 眼前看到的 是鹤枪死蛋的大批警令 将他们压制在地 而陈一龙赶快去安抚人知 眼睛蒙起来 还要用手铐体跟他练住 对 那我就先跟他安抚一下 说我们是警察 好我们是警方人 你现在安全的 那就是让他先知道 我们的身份 那因为当时我们冲进去 他可能也不明 因为眼睛长期被蒙住嘛 所以他一开始一定是有紧张嘛 因为你突然 冰冰冰冰冰冰 动作那么大 然后 其实我在想 他有听到我们喊 不要动不要动警察 他可能也心里会知道啦 只是说我第一时间 要去先跟他告知一下 让他心里 不要那么紧张 安心一下 对 他姑姑去去哭得要死 他亲姑姑啊 到现场的时候 我们可以体会到说 这个家里有一个亲人 被受到这样的折磨 而他不是一天两天耶 他是 十几天啦 十五天来 人只怕得蜷缩在角落 吃喝拉撒都在小小空间 眼罩遮住双眼不见天日 歹徒时不时恐吓领略 因为歹徒把它衣除下方的门 门拆掉 腾出一个空间 然后铺上棉被 把那个容子用那个手靠筒 還有一些链条 就是所在那个衣橱下方那一层 这样子 他说那一些歹徒就是 在看管他的时候 有时候会拿着枪 铺在他耳边 就拉一下滑套 让他心里有点受怕这样子 有用铁丝 然后有凌捏他 夾他的手指头 真的对他阴影很大 而且后来我们侧面 大约知道是 好像他患了忧郁症 他以为他没有 应该是没有免回来 被关了整整十五天 人質终于平安获救了 而其实绑匪 原本是要绑他爸爸的 但是因为临终毅身边 都有保镖在保护 不容易下手 所以就干脆绑他儿子 而且绑架的目的 也不只是为了要钱 这么单纯 那是为了什么呢 救出人质 却看见满屋子的人民币 原来电丸大亨儿子绑架案 负责掳人 跟看管人质的 是三名大全呆 那香港那些经贵片一样 他们出来就是要赚钱 应该是说使命必达 出来就是要赚钱 你如果不肯的话 对 林春明特地找三名大陆人 偷渡来台犯案 专案小组研判 动机不单纯 他是为了他另外一个朋友 睡觉失踪的事情 他们一直认为是 跟人子的父亲有关 所以他们一直坚持说是 他们不是辱人而属 他们是为了要復仇 所以我们知道的事都应该是 要钱也要命 因为有大千载的人 介入这个案件 警方的当初想法都是 人子最后可能被灭口 他们就是不留痕迹 他不留一个口口 让你知道有任何信息 你只在或有犯案的线索 他要断到这个线索 当初林春明他们的目标 应该是他父亲 在厦门 只是说他出门的时候 身边都有人 都有保镖 所以没有办法下手 晓得他儿子会经常回台湾 所以才退合求其次来绑儿子 而且犯案前 林春明拨打了一通电话 给晓招的太太 说 晓了 我如果没去留的时候 就不要联络 怎么样 其实就是要 要处理这个事情 这段期间不要联络 怎样... 再交代他 对 林春明口中 喊着被林春明杀死的朋友 就是晓招 他跟林春明见面后 从此人间蒸发 林春明叫他旁边的一个小镜 请他过去喝酒 因为林春明要跟我老公谢谢 后来就没有回来 没有 我先生拿一个东西 好像是把重要的文件 说好像调查 调查林春明的一些事情 他说晓招了 已经死掉了 被林春明做掉 地缘主有受理这个案件 他有在追查 然后简单后来问到笔入 没有证据 后来又不了了之 店丸大亨儿子绑架案 一度找不到人之下落 那时家属再次求助命令老师 我接到了一通警方的电话 然后问我说 你知不知道孩子在哪里 要救孩子这个要很确认 突然间我的左后方 有一个铁板 然后就很像有人拿着 那个焊电的那个枪 就有那个火焰冒出来 就写了四个字 苗栗的后容 是巧合吗 人的确是被关在苗栗后容 为了抢救人质 各种线索 讯息都不轻忽 后来警方靠着丰富办案经验 凭着一把钥匙救出了人 在那天晚上 我看着新闻的时候 当那个孩子救出来 我整个心都放下来了 我觉得好棒 救不要 那救出孩子 我觉得警戒的这些同仁 真的很辛苦 能够把零星大亨的孩子 救出来那一刹那 我自己也觉得 还好我有史上 这一点点的力量 电丸大亨儿子绑架案 是台湾治安史上 榜上有名的棘手案件 能圆满落幕 警方立大功 我侦办过很多绑票案件 四百万美金有汇到他指定 也算是得手 这个金额在台湾史上 绑票史上 应该是最高的 他得到四百万美金以后 人质不会放 还是要再四百万 后来刑犯师后跟我们讲 他不是只有四百万拿就走了 他还要四百万 拿四百万拿到八百万对不对 就要做掉人质 歹徒真的也蛮多人的 然后我们投注的警力真的 两岸四地真的投注了 很多的警力下去 这个案件的最特殊 最有的 南亡印象最深刻 就是两岸四地 就大家同力合作 不然你也没办法去突破 突破这个关键点 真的这一件的话真的是 世纪大案 因为我干刑警 差不多干了二十八年 也侦办过很多案件 跟一般的绑票案件 也有一点不同 就是它的结构上也好 它的人员上也好 它的地区性也好 都是坠起手的 所以就是有之难忘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梅翔 我们待会儿了 那我们再次的事 继续 我们就会做的 就是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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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